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第二个也是有关于天使 就是今天我开车要到我要去的停车场 然后在去的过程当中我就跟神说 神啊我好渴望就是我还要再更多认识你的能力 认识天使的作为这样子 然后到停车场的门口的时候有一台车就出来了 所以我就顺势了下去 下去的时候我就拿了停车卡 然后他就说车位已满 所以我是最后一台车 感谢神 然后第三个就是 满有点头痛 然后刚才在敬拜的时候 然后现在都通体舒畅 阿们 感谢神 好 再来还有谁 做见证 牧师弟兄姐妹平安 那我今天要做的见证 是有关于天堂法庭的见证 那大约两年前 我想要租用那个 卢州捷运站对面都督房的车位 那那个车位呢 因为比周围的都便宜 而且他的那个租金 不但租金便宜 而且他的地段非常好 就在捷运站对面 而且车位也不多 所以就很难租到 那我那时候有打电话去问 他就说没有 然后但是可以登记 就是非常抢手的一个车位 那后来的话 我就登记了 那登记了之后 大概过一个月 我都没有收到消息 我又打电话去问 他告诉我说还是没有 所以就这样就没有 然后大概两个星期之前 牧师有带领我进入天堂法庭 那我在法庭当中 有发现自己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一个罪 神就说我是不专心在神所赐给我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就认罪悔改 然后也在法庭当中 得到神的饶恕和赦免 结果之后大约一个星期 我就听到圣灵很清楚地告诉我说 再去登记 当时我心里想说 我两年前登记都没有 我现在排下去不是排得更后面 可是因为为了顺服圣灵 我就打电话去登记了 那他还是给我一样答案说没有啊 因为这里很抢手 然后没关系我就登记了 结果大概 他三天前我就突然接到嘟嘟房的电话说 有车位了你要不要 我就很高兴 因为觉得很不可思议 然后我就赶快去 然后我跟他约第二天晚上 我就赶快去那边签约 那签约的时候我就想问他一句 我说这么的抢手车位 这次怎么可以这么快的租到 他说就刚好有人退租啊 就刚好看到你的申请的登记啊 我就问你看你要不要 我说就这样子就给我 所以感谢神 我就是当我们罪责圣灵 就有祝福来到 感谢主 好 感谢神 那个跟我讲说 他那个车位租到的时候 就神就给我一句话 就是有碍于我们的资据已经撤去 有碍于我们的资据 就是控告我们的资据已经撤去 所以祝福就会临到 感谢神 好 还有没有要做见证 好 赶快 当美事务师说 所有肩颈疾病需得医治的弟兄们 姐妹们请到前面来做医治祷告的时候 我都会到前面来接受医治 但是在当下我都感觉有好很多 但之后肩颈酸疾还是会发生 每当我肩颈不适的时候 我都会奉主名 说因主耶稣的鞭伤使我得医治 因主所受的刑法使我得平安 就在上礼拜二 一大早起床的时候 忽然觉得全身舒畅 肩颈不再紧绷 身所觉得很灵活 我马上知道这是神的医治 因此我就大声的赞美神 感谢神医治的我 在人不能在神 凡事都能 现在主耶稣的宝血 已经转化了我的DNA 使我有健康的身体 要再末世成为基督的精兵 为主打一场美好的仗 今天将一切的荣耀 归给爱我们的耶稣基督 阿们 阿们 哇 好棒喔 谢谢潘妈妈 他以前都是别人帮他祷告 这次他自己祷告的医治 好 不用举手 已经开始站起来了 赶快 好 我右手的食指和中指 就是肿痛大概有半年 然后也没有办法弯曲 我后来去看医生 医生就诊断说 我是关节退化 那我当然非常的吃惊 因为医生说 这个手关节是没有 目前还没有可以换 人工关节可以换这样 那我回去之后 我就照着牧师 在六月份月聚会的时候 他教导我们量子缠绕 我们就按着量子缠绕 我们能够理解的部分 我们就祷告 我就跟上帝说 上帝请你在天上 为我换我手的 这个新的关节给我 三天后我食指就好了 然后经过了两个礼拜 那天在小组 我就赶快做见证 我就说 我相信我宗旨也会很快就好 感谢神隔天 我宗旨现在已经完全得权 感谢神 好来 我要见证债务取消的见证 因为之前我是有房贷 还蛮多的 可是因为在这荣耀事工 因为牧师的教导 说不要有借贷 所以我常常会想说不要有借贷 那要怎么还 那之后就跟神祷告 跟神祷告的时候 我就求神带领 那在上个月的时候 就五月的时候 在我们要去以色列的时候 我们刚好也在为以色列祷告 而且我还要领受一个 我也跟姐妹讲说 我领受一个回来大丰盛 我们很不错 那回来的时候真的 我就儿子要买房子 那我就债务取消了 剩下都是他的事 因为剩下都是他的事 剩下都是我自己的都是取消了 那感谢神丰盛地与我们同在 归狼要给神 我那天听到这个 就是美宜的先生跟我讲说 他儿子去签了一辆新车 一百八十万 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呢 因为他以前他都是非常节省 他们两个做生意 他们都非常节省 他们都是买二手车 二手房 跟我讲说 不是你看 他去签一个一百多万的车 这样怎么办 他就开始担心 好像有点这样是不是很合适 然后我说 那这样子你就把它开啊 你就开啊 特别高兴是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他们过去工作的 非常的辛苦 还有过去他们的一路走来 就是背景是非常辛苦的 可是他们现在呢 就是里面就非常有尊贵 所以就是要住新房子 然后要开新车子 你看他这个里面的 这个身份认同 一转换的时候呢 新房子也来了 新车子也来了 非常感谢神 我就是特别高兴 所以我就听到那个 说他儿子去签一个车 这个这么多钱 他里面有点担心 那时候我就鼓励他 我说没有关系 你就开 就讲 对 牧师弟兄姐妹平安 我要来 今天要来做个见证 是我们的神 真是信实的神 在我工作的当中呢 因为我那个膝盖 去看医生 医生说我是退化性关节炎 结果医生开了止痛药吗 对我来说一点效用都没有 那我就想到说 应该是我里面有什么 那我就来到神的面前 认罪悔改 我说 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垫 你们假如说 不晓得那种照顾的话 我也要怎么样对待你 我想说 那我来到神的面前 认罪悔改之后 神迹奇事就发生了 短短几天的时间 我没有吃止痛药 我的脚的水肿也好了 膝盖关节也不痛了 现在能够行走自如 将荣耀归给人 坐在宝座上的神大 有没有 谢谢 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在希伯来书六章二到三节 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 必再立根基 就如那懊悔死刑 信靠神 各样洗礼 按手之礼 死人复活 以及永远审判 等各等教训 神若许我们 我们必如此行 这里是保罗讲到 一个真实跟随基督的人 应该要离开基督教义的开端 可是就像我们在第一堂讲过 从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 死里复活升天之后 到现在2017年 我们的信仰有很多的 它的根基有很多的被冲水 或是刻意的 一些很重要的道理被挪开 以至于基督的教会 成为非常的软弱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根基不够坚强 以至于整个的信仰 有很多的错误在这个当中 那么信徒的生命 也就没有办法成长 所以我们要在基督教义上 有一个非常坚固 非常稳固的根基 那么大家在这里学习之后 重点是你学习之后 你去实行 你在这个根基之上 然后你要把这个根基 拿去教导别人 我们这所有的内容 全部都会放在YouTube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重复的听 或者是以后 收割的时候来到 每一个人都要开始带门徒 其实现在就应该是要 就是在学习的时候 就是在预备的时候 你要把自己装备好 预备好 然后才可以被神使用 所以这个目的是 让大家学了以后 然后要去教导 我们之前讲到洗礼 报回死刑 还有信靠神 然后我们讲到洗礼 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 一共有七种洗 可是最主要的是有三种洗 就是水洗圣灵的径 跟火的径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只讲最基本的三个径礼 我们已经讲过水洗 还有圣灵的径 讲到水洗的目的 和它的表征 是讲到降服跟顺服 那么再来是圣灵的径 让我们能够得到 不断的更新 再来就是讲到火的径 火的径即将要临到神的家 但是我们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呢 我们都会经过一些苦难 苦难是必须的 苦难就是像火一样 来炼进我们 可是如果我们缺乏 这样的教导 很多的基督徒 在遇到困难 遇到苦难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说 这个神啊 怎么会现在不理我了 或者是说 他在他的信仰上产生怀疑 或者动摇 或者不能够相信 其实在根基上 就应该要接受到教导 说这个火的径是必须 而且是我们每一个人 一定会经过的 因为苦难的目的 就是可以来 竭尽罪所产生的后果 苦难不能够竭尽罪 可是苦难的目的 可以竭尽罪所产生的后果 我们的罪是由 耶稣基督的保血所洗尽的 那我们肉体所产生的 对我们的挟制呢 是要靠十字架 拥抱十字架 选择神给我们的道路而解决 但是 罪在我们的身上 会产生一些后果 必须要用苦难 在这个苦难当中呢 我们才会看到 才会经历到 才会知道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多少罪 所留下来的后果 在这个苦难当中 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 让我们在苦难的里面 可以去支取上帝的恩典 以至于可以在我们身上 拐换掉那些 罪所再来的后果 比如说刚刚 做一个见证 因为我一直觉得 他工作的时候 我在跟他的交通过程 我觉得他非常奇怪 就是好像他在 某一个时间的里面 他的思想好像 不太运动 好像非常的僵硬 不然的话就是 我觉得他这个人 好像不见了 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 我觉得非常的怪异 然后有的时候 我就会讲他 我就说 你为什么上班不专心 他说我有专心 我说你真的有专心吗 你到底在干什么 为什么做事做 这样很初心 我就在为办公室 这事情祷告的时候 里面有一个感动 我去上了天堂的法庭之后 第一个我非常清楚就是 对他的生命没有专心 那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心里就觉得非常奇怪 我从来没有听过 我从来没有听过 这样的事情 什么叫做 对他的生命不专心 这是一个很大的控告 我想说这叫做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对他的生命不专心 所以我就说 对你的生命不专心 他说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不晓得 现在我们就来认罪 然后他就越认罪 他就说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他说 因为我以前呢 就看很多武侠小说 然后他说我比较喜欢 我喜欢武侠小说的世界 我喜欢武侠小说的世界 所以那武侠小说很多东西 都在他的里面 然后他常常在想这个事情 就很习惯 就活在那个世界里面 所以他不太对他自己的生命专心 他不太去发现他自己的生命 他很喜欢活在那个世界里面 所以他就开始认罪悔改 可是这件事情 他以前知不知道 他不知道 可是他的思想 会有一种自动机制 会跑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他整个人 所以我就觉得说 好奇怪 他的人 好像他在做事 可是好像他的人不在这里 所以神就指出这件事来 所以他就认罪悔改 他越认罪的时候呢 他就说 他认罪完了以后呢 神的判决下来以后呢 我说你有什么感觉 说刚刚他的头很痛很痛很痛 认罪悔改完了以后 头痛就不见了 这就是一个 过去的一个罪 对不对 思想的里面 存在了一个幻想跟假象 假的世界 这个其实呢 不仅是武侠小说 我发现很多的女性 就喜欢看罗曼史 是不是有这种罗曼史小说 还有琼瑶小说 当然你讲琼瑶 这是很久以前的古人看的 对不对 可是我记得 我以前在上学的时候 我有很多同学 他们会看那个罗曼史小说 好像小小一本 然后上面画漂亮的娃娃 一天到晚 他们都不专心上课 他们就是在那个里面 包括什么呢 有很多的年轻的男女 你就要看什么偶像剧 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呢 还有很多的人 喜欢看那个什么 家庭连续剧 有没有什么五百集啊 什么两百集那种 有没有 就他就整个人都活在那个里头 其实对他的家庭 对他的婚姻 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所以这都是一种 算都是一种虚假 这种东西呢 它存在在这个思想里面 它会抓住你 就是它其实是一种灵 一种不真实 活在你的思想里面 它会抓住你 同样的 类似像这样的状况呢 还有的人 比如说我们 碰到一些事情 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可是你不能够饶恕 那个东西在你里面 不断地重播 有没有 一样的道理 你整个人呢 是被这些东西抓住的 可是这些东西 抓住你的目的是什么 让你没有办法 专心神给你的生命 你根本就不注意 神要带领你什么 因为你所有的精力都被它抓走了 这个就是一个罪 所带来生命的后果 可是因为这事情 发生在它很小的时候 它根本就已经不记得了 它不记得这一件事 它也搞不清楚是什么事情 可是呢 就会常常觉得 非常不能够 思想不能专心 或者是说 就是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 这就是罪所产生的后果 所以它必须要遇到一些事情 比如说就是 这些事情为什么做不好 为什么会做成这样子 就是遇到困难 然后才能够去发掘这个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 就是我举这个例子 你的生命当中 遇到挫折 遇到苦难的时候 你要知道 这是一个 正是你生命 有一个现象 产生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要知道 我们生命的目标跟目的 神把我们升到这个地上来 我们每一个人的最终目标 是转化变成耶稣基督的形象 耶稣基督的样式 所以这个生命在转化的过程当中 你遇到困难 遇到挫折 碰墙的时候 意思就是神告诉你 你的生命现在产生了一个状态 那么你的重点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大家的重点是 我们来信神 就是要让我们顺利 就是要祝福我们 就是我前面 我想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成 这个完全失交 完全不是这个重点 重点现在应该是 你的生命撞墙 你碰到困难 你遇到挫折的时候 这代表你的生命 有一个状况产生 是不能够被神祝福 或者是不能够顺利的状态 代表里面有一个障碍 这时候你应该到神的面前 去寻求神 看这个障碍是什么 而不是针对那个事情要顺利 重点要抓对 你才不会一直在走旷野 你才不会一直挫折 世人去拜拜的目的 是为了要让他做 他想要做的事情 终究他是神 他只是利用那个拜拜的神 来达到他的目的 当然他拜的那个灵也利用他 可是如果我们信神的话 我们信的是真实的上帝 那我们的生命目标是不一样的 在遇到苦难 就是在有火的静的时候 目的是要让我们的生命 更加的纯净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神容许的这些事发生 你知不知道在7月1号的时候 在瑞士有一个世界最长的隧道 Gather Tunnel 它是穿越阿尔贝斯三 一共建造了17年 在7月1号开幕的仪式里面 它整个的仪式 我看到我就吓坏了 是明目张胆 是对于这个撒旦的奉献礼 全部的内容就是这样子 然后不仅是 你不要说基督徒看了 就连当地的报纸 还有世界上各个的媒体 都评论说 这真是一个非常荒谬的 一个开幕典礼 这是充满了黑暗跟撒旦 什么就是不信神的人 他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其实都是在演这个启示录 然后它是污蔑神的一个过程 那整个的过程 一共有两千多个 所谓的领袖们参加 当然是各国的领袖 至少我们讲得出来的 欧洲的主要国家的领袖都参加 你看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看到我们所生活的环境这样子 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 困难就是要让人的生命 能够得到洁净跟成熟 在困难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更多地去寻求神 然后我们会更深地要知道 如何从神那里支取 让我们可以继续地跟随神 有这样的力量跟随神 苦难就是火的劲 对于教会最后的洁净 究竟有多少人是忠心跟随神的 这是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 可是并不代表说 全世界一定都会变成那个样子 这个以后我们再讲 火的劲目的就是来捷径 罪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产生的后果 包括什么 也许有一些受伤的情绪 你的情绪过去在哪里受伤 碰到某一个状况 就非常容易暴怒 非常就是好像触动你以前 这个受伤的部分 这代表说你有一个破洞在那边 你还没有处理好 你还没有饶恕 你还没有被基督的爱医治 像这种生命当中有破口的话 都是不能够承受更大的责任 或者是不能够进入灵界更高的层次 你知道很多弟兄姐妹说 我很爱神啊 为什么我没有更多更高的经历 因为生命有很多的这种受伤啊 还有罪所产生的后果 你没有办法进入到灵界更高的层次 那是承受不起的 受伤的情绪 错误的思想 负面的思想 里面有很多的谎言 防御机制 一些不好的记忆 或是在灵里的一些坚固营垒 或者是有上瘾行为 还有祖先遗传的问题等等等等 这一些在我们生命当中比较深层的问题 你需要苦难 才能够洁净我们的生命 所以这个火的禁是非常重要的 是就是苦难是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一个必须 你要不要让这个苦难成为你永久的苦难 还是只是暂时的苦难 还是让这个苦难成为你的踏脚石 成为你成功的跳板 这个是在你自己要来解决 你自己要来决定 戴影女书三章三十七节 讲到戴影女的三个朋友 是不是被扔在火窑当中 这三个朋友 他们本来被绳子捆起来 对不对 扔到火窑的里面 然后呢 圣经记载什么 因为那个火很大 就把他们扔到火窑的人都被烧死了 他们被丢进去以后 他们有没有被烧死呢 他们没有 反而他们身上的绳子被烧坏了 所以反而他们得到自由 所以大家要有一个认知就是 苦难对我们是好的 你遇到苦难的时候 不要这么紧张 不要在那边气愤 代表你 如果你有这种反应 代表你的目标 没有对准目标 没有对准目标 在圣经里面 讲到这个 没有对准目标 有一个字的定义 就是没有对准目标 什么呢 就是嘴 水洗来洁净我们 灵洗来更新我们 火洗的目的 火的静是来转化我们 把我们的肉体 里面就是更深的 不洁净的地方 把它洁净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 可以像津津 所以有很多的基督徒 他可以经过水洗 他可以经过灵洗 可是他碰到火的静 他就跑掉了 他不要被火烧 他觉得说 我保护我 不要被火烧 有多少人可以经历到 火的静里面 可以最后成为金睛呢 这在于每一个人 有的人他觉得说 水洗灵洗就够了 我不要再继续下去 所以他就去过 他自己的生活 我记得 约续亚取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例子 他说 你知道有一种 基督徒是鸡的基督徒 他记不记得 鸡 我说听不懂 为什么是鸡呢 他说 有些基督徒是阴的基督徒 它就高飞 有些基督徒是鸡的基督徒 鸡就是 你如果追赶他的时候 他会稍微飞起来 对不对 然后看你不追赶他 他又走在地上 所以基督徒的基督徒 他不得了 有苦难 赶快追求神 他就高飞一下 跟神同行一下 没事 摸到地上 不要做这种基督徒 这个世界会变得 让你要变成阴 不然的话 你就真的永远都是鸡了 火的经营的重要呢 是让我们转化 转化的目的是什么 转化的目的是 带你的朋友 捆绑我们的这些绳索 把它烧掉 哪些绳索呢 我们的肉体 还有我刚刚讲的那些受伤 还有那种错误的想法 还有那些祖先遗传的这些东西呢 把它烧掉 烧掉以后有什么好处呢 烧掉以后呢 大家知道这个 神住在我们的里面 对不对 在我们的灵里 我们原来神创造我们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师讲过 我们的灵应该是在外面 不是我们的身体在外面 是我们的灵在外面 所以这个灵现在被你的魂 被你的肉体挟制 因为苦难 因为火的洁净呢 就会释放这些的挟制 这样子你的灵里面 灵的光就会闪耀出来 闪耀出来会变什么样子呢 就是像马太福音第17章 耶稣登山变相 所以你现在要把这个形象 放在你的里面 一个成熟的儿子 神的儿子 他最后会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 他应该会像耶稣一样 而且是登山变相以后的耶稣 行在地上有如光 神的光在我们的里面 只是他现在没有办法显现出来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的时候 这个成熟的儿子 他就会像耶稣一样 登山变相的时候 他的脸面如日头 这个衣裳 这个放光 神是光对不对 我们是他的儿子 我们也是光 所以基本上我们最后 应该是转化向光 就是成为光 就是我们里面的光 能够出来 如果你是光的话 你穿墙困难吗 不困难 那你需要食物吗 你也不需要 所以狄基础在做什么 跟你有没有关系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关系 反而我们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 对不对 所以现在你要把这个形象 放在里面 然后以后这个神儿子 转化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就是变成像耶稣登山变相那样子 基上 神的约会 神的同在 住在我们的里面 他记得圣殿的时候 约会放在哪里 至圣所 对不对 外院 圣所 至圣所 以前 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 可以进入至圣所 在圣所跟至圣所之间 有一个很厚很大的慢子 可是当耶稣基督死活的时候 慢子就怎么样 从上到下 裂开 约会的光 应该就是可以照出来 照亮整个圣殿 意思是说呢 约会就是我们的 所在的地方 是我们的灵 慢子裂开的时候 当我们走进 耶稣基督 全然给我们的救恩的时候 里面的光 应该是会照亮我们全人 这个才是一个 神儿子正常的现象 照亮整个圣殿 火的劲跟十字架 在苦难中成全十字架 我们在苦难当中 就可以应用到十字架 在苦难当中 你才会经历怎么样 可以使用 进入十字架的大能 让你自己得到释放 让我们的全人 被我们驳回归给耶稣 需要我们去配合 所以圣经说 你要恐惧占尽 做成你得救的功夫 所以有一切的事情 已经做好 可是你还是需要 我们去配合 这是神给我们的 自由意志的一种选择 所以光就会在 我们里面发出 这件事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地上的人 怎么样来认识耶稣 就是借着 跟随耶稣的门徒 借着跟随耶稣的门徒 才能够认识耶稣 所以我们就是 耶稣基督的延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